选战焦点来关注了 在桃园的选战也很激烈 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他爆料了 他说目前郑运鹏的民调 正在回声当中 而且呢 之前退险的林志坚 摆脱论文门的争议 不云见日了吗 小智要回来了吗 主要郑运鹏的民调回声当中 其实是跟民进党最近疯狂打 这个张善政的研究报告抄袭案 有关系 而且呢 民进党使用的方式 是所谓的临迟式爆料 每天跟挤牙膏一样 每天挤一点挤一点挤一点 猛打张善政的研究案 包括了一开始说 他是抄袭农委会资料 然后接着抄袭NCC的报告 接着引诱国外资讯 然后再说抄袭这个省委的文章 每天挤一点疯狂打张善政 看起来好像有效 所以让这个郑运鹏的民调回声了 那当然面对绿营的每天一爆料 张善政只能频频解释 天天被打 每天出来解释 他就说是合理的引用 而且张善政说 他不排除要开记者会来说明 但是对于国民党的处理方式 郭正亮说话了 他说目前看起来 国民党方面处理危机 不太好 不太行 而且郭正亮说 之前对林志坚有意见的人 看起来已经回流了 所以让郑运鹏的民调回声了 但目前看起来 其实民进党方面 也有自己的危机 包括了他们之前的立委 郑宝钦确定参选了 郑宝钦参选之后 一定会分掉民进党的票源 那当然呢 这个郑宝钦 他是已经被民进党开除党籍了 所以他非常的生气 他怒哄 这是 乞吃瓜妙公 乞丐赶妙公 而且他强调 自己不是抬头看上面 他是低头看人民 他强调 他不会被民进党摸头 也不怕被砍头 即使现在他被这个开除党籍 他也坚持要参选到底 但是来记得吗 之前退选的林志坚 没有留在桃园了 之前不是说对桃园什么 他是桃园女婿 然后对桃园有多大的抱负 他一定要坚持待在桃园参选 退选之后 马上秘密回到新竹香山 他回到新竹了 而且据说他已经在帮沈慧宏 在做一个幕后的 辅选的一个行程了 那对此呢 其实沈慧宏他有回应 他说新竹市一直是 这个林志坚的故乡 而且他说他一直都在 早就回去了 退选之后 你看马上回去了 那当然目前看起来 桃园选案真的很激烈 包括了郑宝卿的参选之后 可能会瓜分郑运鹏的票 所以郑宝卿强调 他强调他会参选到底 那虽然民进党开除他党籍 这郑宝卿还是怒轰 民进党在搞密室政治威权体制 他强调他就算被砍头 他也会坚持参选到底 而且他呼吁新党外运动 要让民主革命破除威权 一起来听 民进党没经过初选 直接由蔡英文点名 郑运鹏接棒选桃园 也参选的民进党元老郑宝卿 不但被绿网军骂反骨 还遭到民进党中评会 开除党籍 郑宝卿喊话民进党高层 要正面对决 郑宝卿经报 有人找他交换条件 换退选 但他没妥协 我当然我如果留下来 当然可以得到非常多的好处 客家人就是应景精神 就是不被摸头 也不怕被砍头 不要摸 没有办法摸头 就来砍我的头 郑宝卿说民进党已经彻底背离初衷 他将积极推动新党外运动 新党外的精神 也就是现在大家讲的二次革命 当威权体制再起 当密室协商再起 当指定接班人再起 那么就是民主的革命 就是人民的义务 老民进党人讽刺 过去民进党的百花齐放 如今剩一人独裁 党主席简直像慈禧太后 郑宝卿敲醒民进党警钟 当中道力量开始觉醒 当权者恐怕得小心 民意反扑 记者张正明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好 日前呢 数位中介法服务草案 这个引发了各界强烈的反弹 那么NCC表示 会将这个草案呢 先退回工作小组 重新检讨这个法案的内容 听出来了吗 只是暂时退回去而已 未来可能还会再推出 不过呢 这个数位发展部的部长呢 这个唐凤被问到了 中介法的问题时 唐凤回应 他说 非法言论的监控不属于 这个数位部的业务范畴 但是呢 唐凤讲这句话 引发了在野党立委不满了 他们认为 蔡英文总统之前就曾经说过了 数位发展部就是要搜集网络言论 加以分析管理 怎么会跟唐凤的数位部无关呢 他们呼吁唐凤要搞清楚自己的职权这个范畴 不要推卸责任 8月19日 蔡英文总统还说了 数位发展部的成立主要就是负责任职作战的资讯站 所以蔡英文其实已经定调说明了 那就是数位发展部以后专门要去收集分析网络的言论 然后加以做认知的作战 只要他认为是不法的信息 他就会采取像类似中介管理法一样 数位中介法一样 他会给你防派 或者就直接进行一些处分 所以唐凤部长今天讲这个话 叫做睁眼说瞎话 在那里卸责 他的责任就很清楚了 数位发展部就是担任扼杀言论自由东厂的角色 唐凤部长昨天的发言 显示他担任部管部部长的政务委员多年 但完全不了解一个部长应该做的事 数位发展部就是未来相关统筹数位事务的主管机关 所以主管机关当然有相关的权责 必须来做监理跟管理 譬如说财政部以及金管会对于所属的银行就有相关的责任 所以唐凤将一推二五六完全没有道理 这样子对于台湾未来数位的发展 其实有害无益 再来科普一下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可以干脆把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 咱就好了 好 好